快去看,水利邦来了个超级大月亮,7月8日晚7时,水利邦月光如水探月展,在现场月光奏明曲,灯光,特效的伴随下经验开场,这也标志着科技、体育、文化艺术融合打造的水利邦艺术记正式拉开序幕,超级大月亮全于泳池之上,七连民社水利邦月光如水探月展全称, Hellman月光如水,中国探月科技与卢克杰拉姆月球博物馆特展,展览在比赛大厅设置月光如水中国探月科技与文化展,同时进行英国知名艺术卢克杰拉姆的月球博物馆特展,在水利邦东南大厅入口处设置相关展览,介绍水利邦艺术记项目基础信息,在场馆南北连接狼设置嫦娥工程相关图片展览, 反映中国月球探测和航天事业的成就,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标志性艺术装置,月球博物馆主体是一个十米直径的大月亮,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型月亮装置。 展览已在英国、法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巡回展出,吸引过百万名观众,不同于此前展览,此次水利邦的大月亮,是卢克杰拉姆专为水利邦量身打造,采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探月工程的超珍贵清晰数据,是真真正正正中国版超级月亮。 据介绍,展览将通过在水利邦比赛大厅空间内,悬挂的十米直径月球,与其在泳池中的倒影,配合灯、光、音乐、视频等,共同呈现奥运场馆水利邦独有的月色如水。 现场背景音乐由国际知名音乐家创作,同步整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相关月球视频,以及之间月球等数字画产品,利用屏幕增强视觉体验及互动,展现出中国古代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和当今中国探月工程,实现登陆月球的重要成果。 七联名社根据卢克吉拉姆本人的理解,月球博物馆是一个装置艺术品,根据艺术作品的展示位置,月球博物馆的含义和解释将会改变。 如果出现在大教堂、仓库、科学博物馆或艺术中心,对月球的解释将会完全不同,每种文化与月亮的关系都不尽相同,因国家而异。 因此,无论是在中国、美国、印度还是欧洲展出,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,都将有不同的解读。 月球的另一面究竟有什么?我国的探月工程,又有哪些最新进展?月光如水探月展将一网打尽? 与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和传说、地理知识、精美图片、诗词歌赋,还有我国嫦娥工程的进展和月球探测的新计划,带领观众无限接近月球,共赴一场与月亮的约会。 音乐会现场,月光如水探月展展期为7月8日至10月9日,开展时间自13点至21点,具体展期以官网公告以及商品详情为准,游客可在水利邦微信商城、天猫、京东旗舰店以及大众点评、美团、大麦、永乐、大、眼睛票物、携程、去哪儿、父母帮等渠道优惠购买。 水利邦相关不得人介绍,展览期间还推出了AR月球互动项目,观众可用手机在水利邦场馆下载、冰湖旧月APP、扫描月球装置、体验嫦娥奔月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中国看月工程的真实历程,通过手机还可以对月球地理进行近距离观察和学习,让静止的月球装置活起来。 据悉,整个战期内将有乐队驻唱、展览不禁向普通游客开放,还将向其事业单位提供可定制化的活动,可提供月光下的庆典、主题板会、演唱会、音乐会等各类一战式服务。 月光如水探月展期间还将举办由航天领域科学家、院士领衔科普主题活动、月光下的特殊开学典礼等青少年工艺活动,为推广和普及中国探约历程、月球知识贡献力量,由人住族观看月球博物馆展览。 此外,水利方北商业街将展示入选全球100位最好插画师的纽约插画艺术家杰里米·雷尔。 以水利方为主题设计的国际运动主题漫画艺术展,水利方与纽约插画艺术家杰里米·雷尔就能创极衍生品方面展开跨界合作, 以此前推出的水利方小伙伴系列形象为蓝本,展示艺术家创作的以水利方、兵利方为主题插画,展许将设置主题拍照、互动区、专题文创商店,展示并推出水利方限量版的艺术衍生品。 当其寺庙想遇上京城地标,天马行空的想象登陆奥运殿堂,当运动主题尝试艺术化表达,水上并上运动融合的双奥场馆,将变得乐趣十足。 杰里米·雷尔为水利方定制了首个奥运场馆插画地图,并设置了沉浸式体验装置四方,为水利方创作了运动主题宣言。 艺术家让高大上的奥运场馆边的庙区恒生,预计充满颜值的水利方,将成为又一个网红地区的拍照圣地。 水利方艺术纪项目指导单位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,主办单位为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,项目共同主办,东朝创意设计上海有限公司,项目支持单位,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,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·勒卡尔纽约著名插画艺术家杰里米·威尔·杰里米·尔·杰里米·尔,据悉, 艺术纪的各项主题活动将陆续展开,并持续至2019年底,旨在通过建设一系列艺术纪场景打造针对游客的科技互动展览, 有效激活奥运场馆跨界融合的IP新形象,为135期间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奠定兼实基础。 此外,水立方艺术纪,还将在今年暑期整合多工门厅,不忘初心奥里匹克美术大会十年回顾展, 在定9月,娟资展厅水立方文化节,7到9月等系列文化展览展示活动,丰富艺术节内涵,迎到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, 月球博物馆的奇妙展出,水立方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游泳场馆, 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物之一, 2014年水立方成功举办APAC领导人欢迎晚宴,让水立方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。 2015年,北京携手张家口,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,水立方又将在新的冬奥周期变身兵立方,成为未来的兵服比赛场馆。 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,文化艺术科技的跨界,融合成为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,相关艺术科技化产品的实践,带来丰硕的成果, 推动各类新的文化消费形态不断的发生演变,从而带动社会进步,为改革、创新、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。 水立方已具有国际级的设施水平和广泛的知名度,在赛后运营中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,成为北京新地标之一。 此次水立方艺术纪旨在打造场馆更为丰富的品牌形象,不仅吸引游客带动水立方参观,拉动客流量, 更能宣传水立方的奥运场馆再利用,实现奥运遗产的全民共享,运营人员,唐骏MX002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